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却在一张照片上功亏一篑 疑似是因为造型是有人上传Instagram 让他非常不高兴 据香港媒体报道 陈关希之所以隐瞒当霸 主要是不希望女儿LAI曝光 免得宝宝受到外界批评 他现在经营朝台生意 必须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加上女友秦淑培也要继续发展模特事业 可能会把LAI留给 在德国的陈妈妈照顾 让小孩远离众人目光 健康长大 不过 陈关希这要小心保护女儿 没想到在举办百日宴这天 还是有照片带留曝光 据悉 是因为 他的外籍造型是有人 在Instagram上传照片 才使得消息被外人发现 让陈关希非常生气 2017快乐男生李建华深教导主任 与学员的聊谈心大战 呵呵神功360娱乐讯 今年的2017快乐男生已经上线 就凭借精彩的内容和优越的质感 获得网友的高度关注 上线仅三天 变狂浪超1.5亿的点击量 登顶当周网络综艺榜首 由李建 罗志祥 陈丽三人组成的音乐召唤 时阵容也火花不断 笑料十足 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其中 音乐诗人李建不仅充分体现 他的段子手特质 温和又严谨的态度 惹得网友大呼 学校欠我一个李主任 李建先是一开始狂嗨帕斯卡 给所在战区的选手吃个颗定心门 而后画风突变 连聚数人 让学员的心态一下子从天堂滑到了地狱 李建 时而温和地询问选手的个人情况 惯爱选手生活工作的状况 时而严肃地与选手交流自己的音乐见解和行业经验 与众心长 不过 再严肃的李主任还是忍不住段子手 本知被另外两位召唤师调侃太严肃 选手会怕你后 李建大战呵呵神功 魔性的笑声十分洗脑 究竟李建立主任会喜欢什么样的困难 三位音乐召唤师又会在下期的大逃杀中如何严苦把关 敬请关注本周五 六晚八点网络上 send2007快乐男生 梦想随心 音乐随性 你随我 陈关西不想女儿被曝光 因有人爱谢全家服务动怒陈关西之所以隐瞒当吧 主要是不希望女儿LAI曝光 免得宝宝受到外界批评 新浪娱乐讯 绝台湾媒体报道 陈关西迟迟不承认当吧 日前却被曝出照片 怀里抱着一个宝宝 疑似是替女儿举办百日宴 使得当吧消息终于得到证实 不过 他努力隐瞒女儿的存在 如今却在一张照片上功亏一篑 疑似是因为造型是有人上传Instagram 让他非常不高兴 据香港媒体报道 陈关西之所以隐瞒当吧 主要是不希望女儿LAI曝光 免得宝宝受到外界批评 他现在经营潮牌生意 必须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加上女友秦舒培也要继续发展模特事业 可能会把LAI留给 在德国的陈妈妈照顾 让小孩远离众人目光 健康长大 不过 陈关西正要小心保护女儿 没想到在举办百日宴这天 还是有照片带留曝光 据悉 是因为他的外籍造型是有人在Instagram上传照片 才使得消息被外人发现 让陈关西非常生气